这种妈妈应该被揍一顿 她刚生完孩子 丈夫还开心地抱着孩子 给她取名露西 而这个亲生妈妈叫策划着离开 两人带着孩子走出医院 男人准备坐公车一转眼 孩子的妈妈却不见了 只剩男人抱着孩子 在原地傻傻等待 她永远抛弃了父女两人 这个男人叫山姆 在咖啡店工作 她的智商只有七岁 经常把饮品撒顾客一身 特殊位置还要去擦一擦 店长十分的无缘 可她现在却要抚养一个孩子 这对她来说简直是天大的难题 面对眼花缭乱的奶粉和尿不湿 山姆根本不知道怎么选 晚上孩子一直哭个不停 山姆手足无措 只能全力安抚 哭声惊动了女邻居 邻居悉心地告诉山姆 养孩子的药领 两小时要喂死奶粉 虽然呢山姆有些笨拙 但看着她的黑眼圈就知道 山姆用自己全部的精力 在照顾露西 山姆的几个朋友 智力也有缺陷 但他们给露西 营造了一个出门爱的成长氛围 在这种环境下 露西一天天的长大 已经七岁的她 会问很多天马行空的问题 天公的镜头在哪里 有些问题山姆还能回答 但有些问题 已经超过了山姆的智力范围 露西看得出 山姆的与众不同 问她 山姆呢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眼睛里充满自卑与无奈 只能一副劲的说 对不起 露西拉住老爸的手 安慰她 露西真诚的眼睛和笑容 缓解了山姆的尴尬情绪 露西慢慢长大 事实上已经超过了山姆 但为了照顾山姆的情绪 露西假装不懂 这天老师找到山姆表示 露西话的话有很大的问题 你看她自己那么大 父亲却那么小 就仿佛是孩子在照顾父亲 而且露西专门不学习 她害怕超过爸爸 晚上 山姆第一次展现出父亲的威严 露西表示自己太笨了 不会躲 但山姆呢 不想长聪明的露西 意味迁就自己 露西这才往下躲 生活总是充满意外 山姆在餐馆 遇到个坏女人 故意搭讪 女人想带走山姆开车 正好被警察拦住 带回了警局 警察一眼就看出 山姆智商不高 于是放她走 但这一切 就被旁边的儿童监管员 看在眼里 这天是露西的生日 山姆一遍遍地 和朋友排练 生日惊喜 这时 儿童监管员来了 山姆让她赶紧进屋 和朋友最后确定位置 但有个小男孩 不愿意配合 山姆和她起了争执 男孩的父亲 把山姆推倒 这一幕 正好被回来的露西看到 男孩表示 山姆不敢相信 女儿会说这种话 露西转动就跑 山姆追上去 儿童监管员 不通电话 她认为 山姆作为父亲 无法控制情绪 这有很大的几率 威胁到孩子 不能再担任 露西的监护人 山姆被带走 在车里 一遍遍念叨着 儿童监管员 将她告上法庭 法院审判 剥夺了山姆的抚养权 每周呢 只能看完露西两次 每次两小时 山姆的眼眶滋润 为了拿到露西的抚养权 山姆的朋友 给她推荐了一个 女强人大律师 律师雷里风行 每天处理八个案件 忙得脚步沾地 她一场辩护 就要两万律师费 如果不是助理弄错 山姆恐怕连 律师的面都见不到 律师本不想接 但山姆一再请求 看着山姆 连话都说不清楚 律师有点不耐烦了 山姆又说 自己一天赚十美元 律师直接送客 但山姆运气不错 律师好面子 当着四对头同事的面 立刻表示 愿意无偿辩护 山姆带着蛋糕 去看望露西 尽管睡在地上 山姆也不在乎 将这一好消息 告诉露西 露西超级开心 律师有了 接下来 就是需要证人 证明山姆 有抚养孩子的能力 可山姆的朋友 和她智商一样不高 表达能力比较差 山姆讲到了 自己的邻居 她上了大学 可她有严重的自闭症 不愿出庭 好在律师能力出众 及时地抓住对方的漏洞 出庭的医生 她的母亲和山姆一样 智力不高 但还是百达培养成了 优秀的医生 同样啊 山姆也能做到 第一次开庭 大过全证 山姆信心倍增 探望路西的时候 时间总之过得很快 路西从洗手间偷跑出来 骗山姆去公园 在公车上 路西说 让他们找不到 山姆不忍心和路西分开 和她在公园里玩到半夜 这让儿童监管员很不满意 表示这算是绑架儿童 律师小知一礼 动之以情 终于说服了儿童监管员 第二次开庭 对方的律师表示 山姆工作八年 还是个服务员 一天的工资才十美元 她没有能力抚养路西 山姆的老板听了 当场就给山姆升职加金 就连自闭症的邻居 也来帮忙作证 她从不怀疑 山姆作为父亲的能力 反而担心路西离开山姆 会大臭打击 不能好好生活 对方律师问邻居 你和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这注重邻居的软肋 她的自闭症 是父亲造成的 庭审渐入僵局 最后一次开庭 山姆必须当自己的证人 律师彻夜帮山姆对此 山姆背得也很用心 还拿出名贵的西装 让山姆换上 没想到开庭当天 山姆去店里 直接就把衣服弄脏了 法庭上 山姆表达了自己 最真实的内心想法 成功回答了前几个问题 她的真诚和善良 感染了在场所有人 但对方的律师 却把山姆绕了进去 律师说 我知道你爱她 你不觉得 应该给女儿更多吗 父母总想给孩子 最好的条件 山姆也不例外 律师立刻抓住把柄 你的意思是 你也承认 没办法给她更多了 山姆开始胡言乱言 还敲打桌子 不出意外 山姆败诉了 工作人员 将山姆和露西 强行分开 好在山姆 每周还能见露西两次 她拿着鲜花去看露西 看着露西 在寄养家庭 过得很好 他们在街头画画 山姆默默地离开 或许这才是 露西强的生活 可她不知道 露西一直在等她 山姆变得欲语寡欢 不去上班 整天待在家里 律师来找她 山姆也不见 律师叫出开房门 看见满墙的钻石 律师让山姆振作 可山姆不愿意了 山姆说道 你生来就完美 根本不懂受伤的感觉 律师怒了 你以为只有你在受苦吗 我儿子讨厌我 原来律师外表光鲜亮烈 其实她的生活也没有一帆风顺 山姆安慰着哭泣的律师 自己也重新振作起来 此时 寄养家庭 打算领养露西 律师提出解决办法 可以申请增加探望的次数 这样露西呢 也能收获双位的爱 山姆同意了 律师帮她找了一个遛狗的工作 还搬到寄养家庭附近 这样她就能 每天都看见露西 露西一出来 就哭着吹山姆 山姆解释道 自己想给露西写信 但不会表达 只能写下 之后 露西每天晚上 都会拔出房子 去找山姆 等她去找了 山姆再把她 绑回羊父母家 周而复始 从不减短 慢慢的 羊母也被良人的感情打动 她主动把露西 送到山姆家 羊母也哭了 山姆也知道了 羊母是真心的爱露西 于是 她叫住了羊母 她生命里不能缺少红色 我们共同抚养露西长大吧 影片最后 是一场开心的足球赛 我们不知道 露西到底判给了谁 但露西 有山姆陪着 有叔叔伯伯们陪着 有养父母陪着 有律师陪着 拥有多倍的爱 露西的一辈子肯定很幸福 此时 露西搅射门得分 全场鼓掌 山姆激动地抱起了露西 在球场狂奔起来 一群小伙伴 在后面追 山姆和露西 一起分享美好的未来 本篇完 本篇叫 我是山姆 本期没有问题 请在评论区打桌 幸福一生四个字 来祝福这对妇女 看来 爱的程度 跟智商没多大关系 即便是七岁智商的山姆 也是最优秀的父亲 露西呢 也是最乖 最听话 最幸福的女儿 本篇好看 强烈推荐看原篇 好了 本期内容就要知道了 记得给伯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